这就是非洲版的辣条啊 全过程都是用手啊 哈喽大家好啊 我小钟啊 我现在是在非洲的尼日利亚 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 是阿布甲的一个Kinishi的做法 Kinishi这个东西呢 就是尼日利亚的一个国民小吃 相当于咱们的辣条 Half is ok Half? Yeah, half Half is 5,000 3,000 is ok Which one? Half? Half is 3,000 3,000呢? 3,500 3,000? I eat this one every day Alright, we eat this one So, we eat this one Mark the people now Kinishi Kinishi 一半是这算是3,000 I eat this 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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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i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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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肉干很好吃 没有一点点损分 全是肉 Hundred percent Biff啊 Kinishi 你把包子啊 Kini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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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拿报纸给我们报一下 这旁边就是臭水沟 我的天 我吃的这么香 就这个东西 你不能看它做的过程 但是味道是真的挺好吃的 我都想把它引进到中国 就是要把它做法给它改良一下 把他们的这个制作环境给它提高一下 但它这个辣条呢 是货真价实 百分之百的纯肉 这边呢就是在切这个Kinishi 我这么多的人 看一下 大家都在这边切肉呢 他们这个道工真的很好 要把这个肉切的很薄很薄 肉也是实打实的好肉 真的都是好肉 这个真的是需要技术的啊兄弟们 这只猫太幸福了 天天都有肉吃 这就是他们制作的那个Kinishi的原料 这就是他们制作的那个Kinishi的原料 所以你制作的 你制作的那样吗 这一样 放在这边 放在这边 这就是 这就是他们制作的Kinishi的 他们就是拿这个晒过的肉干 然后再和它这个辣椒酱 把这个辣椒酱就像咱们的辣椒一样 这个就是他们的制作这个Kinishi的 就拿进去把它那个裹满的辣椒酱 然后给它拿起来 然后再放到那个 所以他们就直接把这个肉干放在上面 塞 再看一下这个参与 这整个的制作 你怎么会拿起来 这个可以拿起来 我可以拿起来 然后拿起来 然后拿起来 5天 5天 这个可以拿起来 5天 5天 这个可以拿起来 5天 这个可以拿起来 这个可以拿起来 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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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这个可以拿起来 ok so it's short not too long 2 hours 2 hours if the sun is strong if the sun is strong maybe not be up to 5 hours ok 这个是尼日利亚的一个 知名的小吃 基本上当地人都会吃的东西 现在哥们要把这个翻面了 so two sides ok它要均匀的晒干 这就是非洲版的辣椒啊 除了制作工艺和环境不能跟国内比之外 它的这个肉还是货正加持的 没得说 全过程都是用手啊 这个看起来不错 看一下兄弟们现在是要把这个肉干给翻面了啊 这个真的是货正加持的百分之百的纯肉的拉条 这个干嘛 我去他要给他补一点料啊 那个太少了 他要补一下 保证他的这个味道是均匀的 这小哥是卖可乐果的 这就是做可乐的原料 可乐果 so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he two the one is wh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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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what do they have for the the sauce ginger gallic honey pepper and onions the pan not that and slice it ok gland it gland it 他这个好像是分两种 这个黄黄的口味和那个红红的口味 那显然就是红的话可能更辣一些 这个就相当于咱们国内的拉条啊 但这个是货正加持的肉干啊 跟咱国内用面粉做的还不一样 只不过他这个制作的环境啊 就是有点太恶劣了 环境比较差 这个下面他们就放的那个酱料 so this 这个就是新鲜的肉货正加持的牛肉啊 没有一点点水分也没有一点点科技 在这边晒了七七四十二小时之后呢 就成了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之后呢他就会把它收集起来 然后撒上那个辣椒 撒上辣椒之后呢继续的晒干 再经过个七七四十二小时 他就变成了我们吃的那个kinishi了 这个很大啊 这一片 wow it's too big 现在是小哥要把这个收起来了 他们这个会把它放在这边保存起来啊 一次性会做很多 然后慢慢的给它晒干 这个是晒的肉松啊 你看这个苍蝇 哎呦我去 这个好像感觉像牛肝一样的东西 这个是皮啊 也能做 他这个环境我看的真的是 我之前吃了那么多 原来都是这样做出来的 这个真的是属于尼人亚的硬核小吃啊 一般人都不敢吃的